欢迎收听由大灰狼为您播讲的摩天祭第七十四回 回到修炼屋中的柳明却正在欣赏手中那件新的黄色内甲 摸上去组成这件浮甲竹签虽然说有些微微发凉 但是表面呢却并不十分坚硬 反而给人一种柔韧的感觉 他略移注入法力 竹签表面的灵文顿时就散发出了淡淡的灵光 给人一种梦幻一般的艳丽的感觉 柳明见词不禁越发高兴 虽然伏计在各大宗门中和访饰里并不少见 但是浮甲这种特殊的伏计就是少之至极啊 起码他在魏州访饰中就只见寥寥几件 并且无一不是迈出接近灵气的天价出来 这件浮甲虽然说因为受损的缘故吧 只能呢再承受两三次灵图及攻击就会彻底的毁掉 但对柳明来说仍然不是一件关键时刻可以保命的一保啊 柳明略微检查了一遍整件假衣 确定并没有提他任何问题之后 就立刻紧贴内衣的穿好 外面再照上了绿色长袍 如此一来从外边看看不出任何的异常来 接着呢他又拿出了装着赤燕珠和血随丹的铁和瓷瓶 分别打开盖子看了一遍 赤燕珠和人是蚕豆大小的三枚黑油油的圆珠 看起来呢毫不起眼 血随丹却是十余眉豆粒大小的血色的丹药 一闻隐约还有丝丝清香 这些血随丹虽然说不足以淬炼其全身的精血 但是也能够清除其体内精血中的一些杂质 让他以后气血之力更加旺盛几分 他明天还要继续参加比试 现在自然不是服用这些血随丹直接淬炼精血的时候 于是呢柳明将赤燕珠和血随丹重新放好过后 就安心的吐纳调息 对于他来说明天是一个绝不容失败的日子 柳明心中这般淡淡思量 心神渐渐入定 对外界的一切全都不知了 第三天一早 数千盲鬼宗弟子再次涌入到石山之上 这一次呀 所有的弟子全部都错拥在石山顶部 面积最大的一个石台四周 并且盲鬼宗掌门等一杆灵师所在的御台 也直接潜伏在石台上空 百余丈高处 第二轮的具体比试规则你们应该都已经知道了 我就不再多说 现在本掌门宣布大笔第二轮挑战比试正式开始 盲鬼宗掌门说完 一名胖乎乎的老者从御台上一飞而下 稳稳落在了石台上 我去谁 将来众位师职们不认识的算是极小了 第二轮的比试就由阮宝来主持了 这胖老者赫然正是当初负责藏经阁的那位阮师叔 他竟然是负责主持第二轮大笔的灵师 柳民看了自然大吃一惊 胖老者袖子一抖 顿时一杆杆小旗从中鸡舍而出 迎风一晃 晃为了一杆杆帆旗插在了擂台两边 足有二石杆之多 各自一半整齐排列 看番旗上的符号 一边石杆是一百到九十一的排名标识 另一边呢 则是九十到八十一的排名标识 所有番旗排名相符的何勋弟子 现在可以上台了 还刚落时代下风 嗖嗖嗖追声大气啊 早已准备好的二十名盲鬼宗弟子 当即纷纷飞到了代表自己标识的番旗下 柳民目光一闪 就看到了消风渡海两名熟人 二者一个排名九十三 一个排在八十九 很好 按照各名字排列先后 后面十名的可以向前面十名 随意挑战一次 胜者取在高阶排名 败者则留在低阶排名位置上 我两万三次后 没人挑战 则结束这两批弟子之间的挑战 而每批挑战者中 每人只有一次挑战的权利 好了 现在挑战开始 两边翻旗下的核心弟子 互望一眼 立刻有一名看似精壮的男子 从翻旗下走出 指名挑战对面某名弟子 胖老者单手一掐绝 顿时石台上闻着一闪而现 一层光照将整个石台照下 擂台中心处的两名弟子 因为昨天已经签过了生死令 故而倒也不用再重复此事 直接就一个抽出长刀 一个戴上黑色拳套 立刻遥遥相隔 掐绝尸房 两个人的打斗 谈不上什么精彩 这两个人呢 似乎都是比较保守的打法 根本没有互相靠近的意思 可如此一来 时间竟成了法力消耗之战 对他们来说 扶起攻击 虽然说释放简单 但是威能明显不够啊 没有办法破开对方的防御 法术攻击威能是够了 但是施法的速度明显又跟不上 大多呢 会被对方轻易的打断 或躲闪而过 故而这二人之间的争斗 只是不停的挥动扶器 简单施法 和不停的跑动躲闪的过程 真让排下的众人看得都有一些昏昏欲睡了 不过一顿饭的功夫过后 终于挑战者抓住对方一个躲避不及 一勾火球将对方击昏了过去 然后在胖老者宣布胜利过后 狂喜地站到了对手的翻旗下 胖老者从空中一路而下 略微地检查了一下伤者 给他略加治疗 就命人呢将失败者先抬下去 也许是受到了第一个人的刺激 顿时有两个人几乎同时抢得出来 其中一个人赫然正式消风 二人互望一眼动作略慢半拍的消风 才有一些不太情愿的退了回去 于是新挑战又开始了 台上两个人比试几乎如上一场一般 也只是简单的运用服务 和简单法术并没多大看透 柳明当即不再浪费时间 而是走出人群 在石山边缘处找了一个无人角落 盘坐下来静静的闭目调息 他虽然说没有办法看到石台上的情形 但是耳中仍然可以听到 从那边传过来的贺彩 石台那边随着时间的流逝 一场场挑战的结束 萧峰终于在后面出手了 并侥幸的击败了一名对手 占据了85的排名 渡海顺利的击败了一名挑战者 保住了自己的排名 于是又经过了两场比试 终于再也无人挑战 第100到第91弟子小孩 换上了80到71 于是新一轮的挑战再次开始了 果然就像柳明所预料的那般 前30和前20核心弟子之间的争斗变得异常激烈 几乎每一名排名前30的弟子都提出了挑战 而包括石川在内的20名弟子 也都展现出了前面那些弟子根本望尘莫及的惊人的实力 这些弟子争斗的时候 即有人展现出了接近大成性界的落石树 一颗颗头颅大小的石块下于一般的掉落而下 也有人同时召唤出了两头足迹鬼物 配合之下将对手杀的是节节后退 更有人展现出了力大无穷的炼体树 一拳就将对方伏器防御击得是崩溃瓦解 其中石川面对一名强敌挑战之后 也不得不首次亮出了一根银色的锁链 将其幻化成了无数锁套 将对方捆了个结结实实 这才算是最终战胜了对方 司马天也首次亮出了一柄 漆黑如墨的奇寒短尺 挥动之下团团奇寒黑气狂解而出 经片刻之间就将挑战者化为了一具黑色的冰雕 让不少人为之近乎啊 不过除了这两人之外 那名排名第九的古诀光头大汉 让柳明是颇在一起分啊 此人除了一条粗大异常的炼魂锁之外 身上的气息竟然莫名的让他有一种淡淡的熟悉的感觉 而光头大汉的仅凭着手中的黑锁就轻易的击败了挑战对手 实力也显得高深莫测 但更让他在意的是 那位阮师叔一看到光头大汉上台的时候 神色间似乎有一些不经意的异常 并且在大汉鄙视的时候 目光也始终没有离开大汉左右 仿佛十分在意他的一举一动 柳明一丝疑惑心中也有几分嘀咕 不过纵然这些鄙视如何激烈 并有部分人呢 真的被击败者取代了位置 十一川光头大汉等人的排名 却还是保住了 但那两匹弟子间最后一场挑战结束 胖老者并没有召唤柳明等人上台 而是宣布却修起一个十川 再开始压轴的十大弟子的争夺 趁此时机 十川司马天等人纷纷在原地吞服丹药 抓紧时间打坐调戏 而满鬼宗其他弟子呢 则开始兴奋的议论起了即将举行的鄙视 并评论着哪些人不会被挑战 哪些人将会丢掉自己的排名 柳明隐隐听到提到自己的话并不算多 但大多不太看好自己 心中不坚勒笑了一声 一个时辰很快过去了 胖老者将十大弟子番崎插到了擂台边 就宣布雷震等人上台 柳明等人文言自然毫无犹豫直接登台 胖老者原本笑眯眯的目光 一看到走到第九名番崎下的柳明 顿时微微一呆 高冲从另一方向飞上十台 正好和柳明碰了个照面 冷冷的看了他一眼 二话不说 走到自己番崎下 十大弟子争夺战 现在开始 胜利时人呢 将成为真正的十大弟子 并可进入后面的十大弟子排名站 我现在宣布啊 自由挑战开始 擂台上的众人虽然目光闪闪 互望不停 但是站在柳明对面的石川等十人呢 一时之间却没有谁马上站出来 不过其中提马有五六人的目光 都从柳明的身上频频扫过 就在柳明犹豫不定的时候 对面紧挨着石川的一个人 终于犹豫了片刻 骤然上前一步 弟子胡飞想挑战 现在排名第九的白师弟 还望阮师博英允 胖老者点了点头 柳明见此面无表情 从番崎下走了出来 毫无疑问 对方似乎懂得 某种极其厉害的辅助法术 一般弟子面对此等对手的时候 绝对不可让其轻易近身 柳明看似未动 口中却已经开始默默念动咒语 高手青年胡飞 在听到胖老者宣布挑战开始 冲柳明阴沉一笑 随着单手一掐绝 金袍上清光顿时为之一胜 竟然渐渐的将整个身形都淹没了进去啊 远远的看去 仿佛一个清蒙蒙的光人 柳明见此心中一灵 不加思索 骤然两手一扬 顿时破空之声大响 六七道风热化作清光 击视而出 只是几个闪动 就到了光人进前处 但是胡飞一声怪笑过后 所画的光人一个模糊 锋刃竟然直接洞穿 躯体而过 仿佛他是无形之体 这一幕让下方观看的众人都不禁 吓了一笑 有些人更是惊呼出口 柳明却只是眉头一皱 并没有露出太过吃惊的表情出来 对方刚才看似不可思议的一幕 也许说能欺骗大半人的眼睛 还有如何能够逃过他的双目啊 锋刃看似洞穿身躯而过 其实不过是他飞快的避开了而已 只是因为动作太快才造成这种错觉 但是对方的动作快到能够从容的 躲过锋刃树攻击 让柳明也颇为头疼 就在这个时候 刷的一声 对面光人将背后的怪人 一下子抽了出来 身躯一晃之后 竟然幻化出了一连串的青色的虚影 直扑过来 柳明见此情形 几乎想都没想 人手一搓在一扬 当即时来到锋刃是机舍而出 并在下一个 食指只是略意掐动 何然是又一枚枚的锋刃 凭空浮现 一弹之下再次化为轻光 机舍而出 柳明竟然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 一口气就放出了 二十余道疯人 远处光人 所化虚影 只是一阵诡异的晃动 就将这么多的锋刃 全都诡异的一闪而过 在一个模糊过后 就冲到了 离柳明不过数丈远的距离 动作之怪 宛若鬼魅 柳明心中暗自吃惊 但是想都没想到猛然袖子一抖 一根黑索独死力般的弹扯而出 直奔对面青色光人 狠狠一抽而去 但是光人一声冷笑传出啊 手中的怪人只是那么一抖 顿时化为了实地道 横光一卷而来 将半截黑索一卷粉碎 接着哈手又是一扬 一碰碧芒 冲着柳明是激势而去 柳明哼了一声 手臂骤然一抬 手腕上铜环一抖 当即一面黄蒙蒙的光盾 在身前浮现而出 那些鼻芒一打在上面 顿时就发出了 鱼打芭蕉之声啊 就在这个时候 对面光人伸去一扭 整个人就一下子 欺到了柳明一侧 连脸上的猙獰之色 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柳明脸色一沉 双足微微一动 顿时下半身流水一般的 向后一滑而去 那只手在猛然的 往胸前一拍 噗地声 即身前 三点黑光一线 又一下子浮现出了 另一面 黑色的光盾 但高飞所画光人 却对此是 视若无睹 身躯继续前冲 仅根柳明不放 同时之间的 几口咒语发出 手中怪人表面 突然之间被一阵清光 所包裹 在微微一挥过后 就一阵模糊 没入到虚空 独见了踪影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摩天记第75回